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款路易威登的背包 LV的这一款背包 这一款背包是老花的帆布涂层 然后用浅色香边来进行装饰 浅色香边进行装饰 整个设计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种小口袋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还是很能装的 可以把一些要经常拿出拿进的门禁卡呀 停车卡呀 可以装在这些位置 可以装在这些位置 还有这个右侧的小口袋呢 上面还有一个小兜 像这种零食要随时拿出来的小物件呢 可以放在这儿 里边还是空间很大的 可以装一些日常要经常拿出来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侧面呢 也有一个口袋 这个口袋也挺深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一只手都完全可以伸进去 我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放一瓶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是完全可以塞进去的 而且空间还挺大 水塞进去之后空间还是很大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边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边呢 随时的取水喝 然后在这些拉链的设计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金属都是黄铜材质的 然后在拉链扣上呢 都有LV的这个大写字母 每个上面都有 都有一些LV的这个logo的大写字母 然后这一款包呢 是2400多 将近2500 买下来2500美金 多一点 然后这一款包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香边的时候 它在香边的时候 用了一些红色收边 红色收边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口袋上面 这个口袋上面 它的这个收紧 就是里面这个口袋的收紧 是用的 用的这个 皮绳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皮绳上面 也是用的红色 进行收边 然后呢 整个空间也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空间非常大 然后在包身上面呢 然后在包身上面呢 也是有 里尼威登的 logo和它的产地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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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可以不用担心 就是装不下 包括侧兜 还可以装上 饮用水 平时喝的饮用水 然后这个收口呢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是直接用皮绳 给它记住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儿有一个方盖 为了安全啊 这边还有一个方盖 可以继续的保护起来 把里面要装的一些东西呢 把它封闭起来 好 这款包包的上身效果呢 也是 还是很好看的啊 就是 我们在背包的下面 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固定的底 在这个底上面呢 是一个 将近一个半圆形啊 在这个底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所以呢 不管是放在哪里 它都是可以立得起来的 看一下上身效果 背在身上 或者呢 两个 两个袋子 两个袋子 我们都给它背起来 两个袋子背起来 看一下效果 可以在这儿拿水 然后 如果说 要临时拿卡 可以在这个地方 非常方便对吧 很便捷啊 这一款包包呢 就是它的设计呢 就是 让你能够随随地的 可以取用 很方便的 取用一些东西 而且它的这种配色呢 也是经典的 老花 老花配浅色香边 好 喜欢我们 频道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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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